我覺得也許就我以前來講 他們是認為人無可忍 秘書長是兄弟的老闆 那工作人員很多是兄弟員工 義務去剪裁的 那包括我們在聯盟 我們在雜誌都會被說成是兄弟聯盟 我們那時候在開玩笑說 攝影彼此就是一號級跟 二號級跟三號級其實都不用賣 直接用喊因為冷實在太少 直接喊就聽得到 這是我們當時比較悲哀的地方 在過往的時代 在第一代衛拳還沒有推出中華職棒之前 我覺得龍相是無可取代的 那今天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大來賓 那大家看畫面就應該知道是誰了 歡迎今天的大來賓是曾文成真功 大家好我是曾文成 那今天的影片我挑選了五個 發生在台北CD棒球場的大事件 包括1991年的六億事件 1992年座椅拆除 1994年彈喜球場 1999年921大地震前夕 還有2000年告別台北CD棒球場的最終戰 畢竟我開始看球的時候 台北CD棒球場已經消失了 這個專題口自己來講是在太沒有說服力 所以我特地請曾公來跟我們聊聊 這五大事件當時的時空背景 有哪些比較特殊或者值得回味的地方 那每一個四斤的前導我會先利用圖片 或影片大致來解說一下 就讓我們一起來聽曾公講苦一當年吧 首先是1991年6月1號 歷史上稱呼它為龍象六億事件 在台北CD棒球場上演的龍象大戰 比賽進行到六局上時 落後一分的兄弟相 靠著李居民的陽春炮最平比分 結果場上下棋的大雨 比賽也暫停下來 當時聯盟的人員廣播告知球迷 比賽已經打完五局是要成立的 若30分鐘後 於是不停 場地不堪使用 那未完成的第六局不會列入記錄中 應該裁定由衛泉龍獲勝 但兄弟相當然無法接受 在副總教練剩下勝負的帶領下 開始向裁判團抗議 認為場地還能使用 應該要繼續比賽 而主審徐龍龍也同意了 轉而向龍隊休息室說明 總教練徐盛民也請球員拿起手套開始準備 但這個時候 剩下勝負也來到衛泉休息室前面 口氣不太好的 請龍隊球員趕快上場 也造成雙方發生衝突 場面球迷當然也躁動了起來 接著雨越下越大 兩邊只能坐在休息室繼續等 等了超過一個小時 裁判仍舊沒有裁定 此時徐中也憤怒表示 龍隊早就獲勝了 所以即便後來與世停歇 他也拒絕讓球員上場守備 也率領全隊離開了 事後中職會長唐盛盤 判定徐盛民總教練率隊罷賽 比賽結果是兄弟相以9比0獲勝 原本為全球團提出了不接受 不承認判決的聲明書 但內部協商之後不再上訴 最終接受了聯盟裁決 眾人還一起握手言和、拍照留念 想到下一場又因為爭議判決 出現群毆場面 郭劍寧、蒂波都被驅逐出場 出拳的洪正清也因為在混戰中 鼻洋被打歪 緊急送醫治療 這起6E事件 也成為已故總教練許聲明 生前最耿耿與懷的事件 他多次強調自己真的沒有罷賽 是因為比賽暫停三次 但主審就是不敢做出決定 是聯盟因為人質 跟制度不全而招來的後果 但必須由把球隊帶走的他來承擔 即便事隔多年 他還是吞不下這口氣 這個事件當然應該是皆無盡有 然後就發生這麼一次 那背景或許我自己可以覺得 是因為在業役時代 常常因為裁判或其他因素 動不動就罷賽 覺得退出來就不打了 我覺得也許就我以前來講 他們是認為人無可忍 因為秘書長是兄弟的老闆 那工作人員很多是兄弟員工 用義務去剪裁的 那包括我們在聯盟 我們在雜誌都會被說成是兄弟聯盟 所以他們心裡會有 聯盟會偏袒兄弟這樣的狀況 那那天事情的確是 有一些可疑之處是在意 當然也沒有明文說 一定要三十分鐘 整理完之後就要開打 所以你可以看到當時 對衛犬的角度來講 這場比賽整理那麼久 一度的在整理 那我必須客觀地說 的確只要碰到兄弟的比賽 聯盟在做處理事情 包括這場比賽要不要打 那要不要讓比賽持續進行 永遠在取決上面 會比較猶豫會慢的辦牌 所以可能幾次之後 那衛犬會覺得這件事情真的是忍無可忍 他們早就贏了 然後他會覺得說 一定要硬拖到比賽季進行 讓兄弟非贏不可 他們會有這樣的心理的不滿 所以徐總在帶隊離開 這個當時我們在現場 最後在台北市立棒球場 入口處有個大廳 那個陳隆坡審判委員就是 有一點就是拉著徐總 苦歉他說 事情不要鬧得這麼難看 但是我覺得 站在衛犬的角度來講 他會認為整個事情是 累積下來不是單一事件 以當時來講 下一次這件事情 一碰到兄弟 我現在來看這件事 的確在處理上不夠明快 所以難怪衛犬這麼不爽 這麼大動作要把這個 事前凸顯出來 這個事件等於說 握手言和之後 後來是真的就平息了嗎 其實很多事情是表面上 包括地坡跟郭建穎那個 我應該也不可能再有 這種兩隊群勾的 但是也是事後就安排獻花 我覺得那個太表面了啦 就是說很多事情 你就單一發生 就讓他過了 也不是街頭鬥歐嘛 因為這就是一個 運動競賽 所以很多事情我覺得 當時聯盟會比較 處於一個希望天下太平 因為有這個心態 是不是會造成後來 很多的職棒牽著案 沒有辦法處理 明快處理 因為就是想要把事情 比較屬於掩蓋 或者是不要讓他看不到 所以這個都是後話啦 但是我覺得 他就屬於單一事件 對對 發生就發生 然後怎麼樣避免 比如說有一些 非常重的法則等等的 但是都沒有 就是 雙方握手言和 這個事件跟後來 類似一兩次事件 我認為是導致 不能講導致 變成龍象非常受歡迎 龍象大戰 當然到第二年有 黃平洋對決的誠意性 但是你不要忘了 其他球隊有 謝長安土鴻青 可是他就沒有辦法 去營造出這兩隊 因為這兩隊太激情了 在過往的時代 在第一代魏玄 還沒有推出中華職棒之前 我覺得龍象是無可取代的 第二起事件來看到1992年9月10號 三商虎對上兄弟相的這場比賽 歷史上稱呼為座椅拆除事件 事件開端賽九局下 三商虎羊頭殺勒上場 面對代代的林百亨 讓他擊出二壘方向的飛球 虎隊二壘手鄭信森接觸這球後倒地 球也掉了出來 但二壘省李伯和 認為鄭信森是接上後的第二動作 才把球掉出來 因此判定了林百亨出局 此時已經升格為總教練的森夏正夫 當然隨即上場抗議 但裁判並沒有接受 森夏還一度把球員叫回休息室 場上贏為球迷的加油棒 平管座椅飛了下來 停滯一段時間 最後兄弟相反回場上 但反攻失敗了 1-4-6結束 比賽結束後 象森的不滿情緒爆發 場內又是一陣混亂 直到午夜時分 由警方帶回四名球迷之後 才平息了這場風波 經過統計 台北市立棒球場在這場比賽 折損了375張座椅 也因為被毀損太嚴重 場方還向這四位象森提告 也是中華之邦史上第一次 有球迷因場邊行為被告 實用一位就是在象森中 非常有名氣的江大帥 在職棒五年開打前 聯盟也跟北市棒球場協商 最近透過整修把所有的小圓盤座椅都拆了 也要拆椅子這個特殊文化 就此成為了絕項 首先殺的當然是 山上虎當時最強的救援頭獸 因為以一個羊頭來講 我們當時都希望他是先發 但是山上應該是少數就把他擺在後院 然後統一害個湯尼 剩下總教練是非常火爆的 他為了爭取勝利 他當然對勝利也很渴求 另外也當然不可否能像泥 這個是當時的一個背景 那至於座椅為什麼會容易拆 因為那個是塑膠的座椅 在當時我們在現場 那個是非常火爆 已經丟無可丟了 所以身上什麼保特瓶啊 那個便當 該丟就丟了 應該是有一個人突然發現 這個椅子很好踩 就是往下丟 那就一發不可收拾 你現在回想當年的狀況 其實是我覺得有非常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以現在的標準 因為現在大家不只看比賽嘛 看熱鬧 那有時候當然有看看啦啦隊 但當年那個是非常激情的 包括會把對方的遊覽車攔下來 就走 所以種種的事件 當然都是一個過程啦 球場的設備其實是從業宜時代到的 那業宜時代有 有觀眾球迷進場 會有時候六七成也算蠻多的 但是從來沒有火爆到會也會這樣 所以從這個事件就可以看到 當時整個比賽有多激情 你剛剛其實有帶走四個項目 那其中有一個其實是大帥 那知道真功對大帥這位球迷的印象有沒有很深 很難不深啦 就說那個時代走過來的 那現在有啦啦隊文化 那當時 所謂的啦啦隊其實他還是有組織的 但是比所謂的男性的 也有可能什麼組什麼組 光輝組之類的 那倒帥組之類的 這是指向你的部分 那大帥是比較個人的 他就是一個 他一時興起他就開始 他的動作是不是鼓勵對自己 當然鼓勵自己之外 他有帶一點在當年時 我們在看有點挑釁對手 就是喊殺之類的 這個對支持兄弟的球迷來講 是一個還蠻激情的 對對 所以他應該是有那個時代背景 而產生出來的人物 轉換到現在的時空 是不是這樣子的人物還會被存在 我是存疑啦 我是存疑 因為現在的啦啦隊 不管是帶動啦 或者跳舞 他是有主持化的 那當時他是比較個人的 第三起事件來到1994年 又是龍象的畸形組合 在8月28號發生了時尚第一次 大規模的淡喜球場 事件的起因要從8月27號的比賽說起 在9局下半一人出局後 洪運中跟蒂波連兩隻安打上壘 林一貞補上了一隻安打 讓洪運中跑回球隊的第五分 此時蒂波也想回奔壘搶分 但回穿球已經先一步 到了龍隊捕手曾經帽的手套 結果蒂波沒有選擇滑壘 而是用跳躍的方式才會奔壘 主審認定他並沒有確實踩到壘包 所以兄弟的第三個出局數產生 又為全龍贏得勝利 接下來 旅冠、寶特瓶、便當盒 還有很多你想像不到的東西 都從看台上被丟進場內 甚至還有相名直接跳進來 要找主審李柏和理論 後來聯盟答應檢視這場比賽的錄影帶 也會公開給球迷一個合理的交代 大家才願意離場 隔天聯盟發的新聞稿 認為李柏和判定帝波出局的判決無誤 但相名依舊無法接受 雖然賽前兄弟像侯瑞和領隊 出現在球場跟觀眾席 試圖安撫大家的情緒 但到了開賽時間 看台上的相名馬上按捺不住 往場內丟了大量的雞蛋 而且是清理場地後繼續砸 攻勢一波接著一波 最後是在三根軍總教練出場 向三野側球迷脫帽致意 加上侯瑞和領隊不斷勸阻 比賽才得以順利開打 這場比賽的誠意性 玩頭標10K多勝 成為金黃平洋之後 聯盟第二位500K投手 但隔天的新聞根本沒人關心 都把相名誕喜球場列為頭條 大肆的報導 欸 這個應該是所有的事件 除了未前所謂的霸賽之外 應該印象最深的 可能大家沒有注意到 我覺得就是李柏和這個主審 他跟我算是有矯情的 那以一個當時相名 或者其他應該說所有球迷都動不動就抗慾 那當然相名是比較激烈的 那身為一個裁判 我覺得最難的就是 你要堅持你看到的東西 那以當時的氛圍來講 他就認為他的判決沒有問題 那以現金來講 當然不可能再發生這個事情 我們知道現在有錄影重播嘛 那現在彈油那麼貴 所以你要再丟也很難 我覺得相較於猜座椅來講 那是當下的情緒的反應 淡喜我覺得更沒辦法接受 他是一模 非常大的一模 要去做這件事情 甚至事後洪菲尾領隊都認為 錯在於地坡 不管他有沒有踩到 你就是應該要滑壘 滑壘就沒有問題 我們在比賽前有聽說了 對對對 但是你沒辦法沒收他的代表 或者是有什麼阻止 你只能讓他發生 那個是很無奈啦 因為很無奈 那當時很多的事情其實都有一些風吹草動 但是你無法去阻止 我記得那時候在台北市立邦酒場 還有相米在發那個 陳情書之類 連署陳情書 說台北市立邦酒場排的兄弟的比賽太少 所以有各種在我們經歷過的人都會覺得很妙 因為你賽者還沒開打前就排好 你不會因為有些人想要在台北市立邦酒場看 多一點兄弟比賽而做改變 可是他就做了 他就在大門口連署 然後還請所有相名簽名 所以有各種各種 現在回獎是蠻有趣的狀況 以前比如說丟垃圾丟寶特瓶 那個是很好的整理 但是那個是完全是一發不可收拾 對不對 我不是很確定誰發起的 但是那個的確是造成一個 當時一個場面非常混亂而失控 不可能改判嘛 你完全百分之一萬不可能改判 那已經判決了 那比賽也結束了 就從這個事件可以想像龍象的多激情 所以你現在要為人再回來 你說要再如何變成當年我覺得是不太可能 對 我相信當時在丟雞蛋的這些相名 你現在還在看中職還是一直支持 當然是一個中華職棒很重要的力量 如果他抽離這個身份 自己去看這件事情 恐怕最多這些就是一笑之之 對對對 他不會說啊 我是正當的 對對對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只能用這個角度來看 可是試過境遷啊 所以現在我們當然會覺得說 啊我們經歷過這個好好玩啊 很好笑之類的 可是 在當下 呃 大家的群戲是 有一點 起伏在於 真的不應該這麼做 第四起事件是發生在1999年的920號 也就是921大地震前夕 由三商虎出戰和信金 這場比賽可以說是中職歷史上 數一數二的詭異賽事 入場觀眾只有101人 是單場最少的紀錄 從轉播畫面可以看到 這場比賽速度出現 鳥群貼地亂飛的場面 球員深受其擾 在場執法的六名裁判 也在比賽過程中一起來幫忙趕鳥 但他們不但趕不走 甚至還低飛貼著球員盤旋 三商虎的羊將馬丁尼 用手套驅趕鳥群的過程 觀眾人數只有101人 被球迷戲稱比鳥還要少 又稱他為史上最不可思議的鳥比賽 而且比賽打完沒多久 就發生了921大地震 不擒賽的鳥群 也被視為天有意象的徵兆 就連我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比賽 事後回看影帶都起雞皮疙瘩了 那場比賽球迷是我 也是在那個球場 那當時那些鳥在飛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跟主播 像黃英哲還是誰 我還跟他講說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就是我們從來沒有在 球場看到那個意象 那當然球迷少不是因為 好像也不可能 抑制到有什麼事發生 而是當時因為第一次遷阻案發生 所以球迷對比賽其實是沒什麼信心 那這兩隊組合嚴格講起來 又不吸引人 對對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觀眾非常少 那當然我們那時候在開玩笑的時候 就是攝影彼此就是一號集跟 二號集跟三號集 其實都不用那個買 直接用喊 因為冷實在太少 人家喊就聽得到 這是我們當時比較悲哀的地方 就是真的相對現在真的 也走過低潮 可是那個很難講 就是它就是怪 就是非常怪異的現象 對所以 呃當然 半夜就發生了嘛 處在當下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只是覺得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起怪風很多啦 起怪風 對對就是 不正常的怪風 但是我們都會覺得那是氣候現象 對對對 灌水是應該是在 兩聯盟真的二度到 兩邊都在灌水 哦 所以我常講說 觀眾人數是 包括底下買的都算 我好像也經歷過 七百多 反正三位數我都看過 對對對 因為我自己覺得一百年驗的是 我真的 我印象完全沒有的 對啊 比公主生還少 哈哈哈哈 最後一起事件 是2000年的10月1號 就是台北市立棒球場拆除前 最後一場職棒賽事 這場思想大戰當年的酬評就是真功 我這邊就不多簡述 直接請真功來談談 他對於台北球場告別戰 有著哪些記憶 比較少人知道就是 特別是立棒球場 總統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 特別是立棒球場 下面有挖那個 那個通道 那比照日本 然後有商店街 然後接到捷影站 你聽起來不是非常美好 插就插在 那個捷影站旁邊 就是兄弟飯店 當時我可能 認為之所以沒有成功 應該還覺得會土力傷人 因為以前會有這個大帽子 總之呢 這個球場 我聽到了 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他說 限地要蓋巨彈 我們當時對巨彈 是充滿美好的想像 那結果 我們會覺得 現在想起來就是 好可惜 那個拆了任何的東西 你至少留塊 杯啊 石頭啊 或者 前面那個 宮廷式的門 如果留下來 是多美好 那現在就 什麼都沒有 所以拆的時候 大家反應不大 是因為 以為在那個地方 會重新 對 或者是一個球場 但 沒想到 完全不是嘛 那場比賽 其實內容 我都還不是 記得很清楚 反而是 聯盟規劃一個活動 是 讓大家重新 走回那個球場 然後 大家重新 在 在 讓 所有球迷都可以 走到球場裡面 走一圈 那 當然 那時候 廠商還配合 一個小罐子去挖紅土 在當下 其實 沒什麼太特別感情 沒有說 好 我們要送走一個球場 並沒有 尤其在比賽轉播的時候 沒有太多的情緒 不像我們 送別 我前一個提議台 那時候沒有感傷 送別還比較感傷 對對對 非常非常感傷 可能沒收入 那 球場 我覺得不應該 我覺得那時候應該 至少 轉播過程當中 我是真的沒印象 至少哽咽啊 什麼 那些情感都沒有發生 反而是 球迷 參與球迷的活動 大家拍照啊 跟這個球場告別 那一碗 倒是 印象滿深的 對 因為大家大概會覺得說 那 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 是那個感覺 而不是一個說 哇 這是一個 有歷史意義啊 曾經 有多少的戰役啊 或者在還沒有職棒以前 它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 比賽的場地 大家好像沒有太特別著重這一點 所以很多東西 失去了太 對對 不只是球場 所以包括我們 我們個人都一樣 就是很多事情 你在當下 都覺得 沒有就沒有 也沒什麼 但是事實上 現在回想這個球場 的確是 有它的 歷史意義啦 那比如說 以廣島來講 它 新的球場出現 舊的球場 原子 至少它 留一排位置在那邊 讓大家看 所以這個 我覺得 以小巨蛋來講 它不是辦不到的 但是 沒有做就沒有了 那曾經過期還大巨蛋嗎 當然期待啦 就是說 我更希望就是說 以現今 中華職棒球員 或者球迷 他們 他們有資格 他們也配一個 更好的場地 因為我們這幾年 包括今年的陳敬虎 球場 太多太多的 讓 讓球迷 或者球員 失望 我覺得 以現今的 球員的技術 我們球迷的 消費能力 我覺得 他們值得 不只大巨蛋 值得更好的球場 雖然說台北 市立棒球場 失去了嘛 但我們現在還可以 用聽的去回憶 台北市立棒球場 那 最後要請真功 報拿一下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台北市立棒球場 第四季的募資 對 到四月底就截止了 那請真功幫我們做個宣傳好了 好 那如果你 參與我們的募資計畫 我們這次 Podcast也要 進行第四季了 那感謝過去三季大家的 這麼支持我們 那這一季的珍珠 商品就是這個 台北市立棒球場 而且 它這個燈架可以拆喔 對 好厲害 可以自己組裝 還有我身上這件T恤 我覺得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的活動 那 無論如何 不管有沒有世界支持 我覺得 收聽我們的節目 大家一起把這個 台灣中華職棒 非常重要的歷史留下來 然後 印類的聲音的口述歷史 我覺得是非常可貴的 謝謝大家支持 好 那我們就信實真功 來上我們的節目 希望我們下次還有機會 再介紹真功 謝謝 拜拜 拜拜